因為他說那個水 有時候這樣抽出來 裡面會有蝦蝦的 真的假的 所以在那個地方 我們用這個 噢 去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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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浪 真是浪啊 這邊是日式時代就有的游泳池 所以它當初是以這個地的大小 去蓋游泳池 不像現在有25米 或標準時50米 那這邊有兩個古井 所以它叫熔木井 那我們這邊游泳池的水 就是從這個古井裡面出來的 所以它是泳泳水 所以它這個水是一直在流出去 甚至我們這邊 會有一些小動物會跑進來 有螃蟹 有蝦 有魚 上次還有抓到蘆脈 直接從抽水也抽出來喔 沒有 就在泳池裡面 有時候游泳 看到在裡面 然後給它抓起來 真的不一樣耶 剛剛就像大哥講的 這個水 這個水比較冰冷耶 Nicky 你來摸 這個水是那種井水 有一點像那濕水的感覺 是喔 你自己來看看 有喔 所以從那個水這樣抽出來 有時候就會抽到蘆脈 對 有時候會有這個 你以為他說那個水 有時候這樣抽出來 裡面會有蝦 會有蝦的 真的假的 所以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這個 喔 去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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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辣 會嚇死人啊 他一直戴什麼 他一直戴什麼 但是他會把他吹起來 好 明確 等一下直接帶你們去吃宜蘭 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喔 鴨嗓料理 嗨 你好 哈囉 開會是 我們主廚 在做這個 鴨嗓滴嗓 哈囉 我叫Champ Jen Champ Jen Champ Jen 我是袁浩 我是Nicky 你好 教練來推薦說 你們這邊有一個 跟宜蘭在地的食材 結合在一起的 非常好吃的披薩 是 我們現在做的就是 我們榮獲宜蘭十大 好食好物的第二名 宜蘭雞嗓 鴨嗓滴嗓 喔 你很謙虛耶 那第一名是誰呢 第一名還沒產生 你看 先做給你吃吃看 好 然後現在我們把皮擦開以後 我們開始要鋪料去裡面烤囉 好 來 所以裡面 你平常裡面的主食就是會 義大利的黃豆料器 麻糬拉跟鴨嗓 對 鴨嗓跟鴨嗓 好 對 這台烤爐是我們夢幻中的烤爐耶 讚啦 明明你的生日我本來給你猜 是不是好像300萬以上 對 還是你的生日禮物 我的生日禮物你講好了 他自己出去把頭 我跟你講 這個好貴喔 Nicky這不能推進去 游泳池可以推進去 這你如果推進去我就完蛋了 好 來了... Pizza放進去裡面囉 好 來 Nicky你也會烤Pizza 你烤烤看啦 來... 來 人家放Pizza 你烤烤看 這又有什麼樣的 這個等一下它烤一面上一爆紋色的時候 我們開始翻另外一面 OK... 來 除了這樣子翻 那是斜邊 那邊下面應該要在我 OK 好 好快喔 所以現在你現在裡面的溫度 是控制在多少 400度 400度 對 400度 對 所以烤個Pizza 我們大概5分鐘就可以了 所以就利用本身壓賞它的鹹度 對 沒錯 跟它的那個煙燻的味道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金掌 是 對 上菜囉 所以這樣吃Pizza絕對不能等了 對 因為等它冷掉之後 我跟你講 不行就不行 對 這樣就不行了 趕快Niki 趕快吃 來... 等一下... Pizza墨鏡 你這個Pizza墨鏡 真的是從第二集留到現在了耶 我都不會丟掉 每次吃Pizza一定要吃 問題是我看不到我的Pizza 你可以打開 OK 對 Niki 我看很棒耶 我其實就是我第一次吃那個DugPizza 因為我平常喜歡煎蛋的味道 就起司 就是Margarita 或是很煎蛋的Peperoni 就第一次 我味道很高級 這個Pizza很高級 而且那個麵包 P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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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很特別的是 因為它結合了在地的食材 你鴨嗓 然後還有剛剛那個醬汁 那個醬汁是整個這個Pizza 除了那個鴨嗓之外 另外一個靈魂 沒錯 一個靈魂 對 你嘴被放進去的時候 那個口中散發出來的那個雞醬 有點像雞醬的那個 酸酸甜甜的口感 然後帶上那個煙燻 煙燻那種鴨胸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平常吃到鴨嗓 大家都知道炒蒜苗 對 沒錯 炒蒜苗 台式炒蒜苗 但是結合到這個義大利的 小麥麵粉 這個餅皮之後你吃下去 很融合耶 真的很香 而且很香